我是Eder啦 今天玩完寶可夢卡牌 那今天來分享一下 目前版本最強的套牌 從封測到現在的META 只有小小的改動 那大家就參考就好 因為我目前覺得這個第一彈 這個寶可夢卡包的 這個所有卡牌 強度其實都是普通 怎麼說呢 就是說有時候運氣就可以決定你的勝負了 那說強牌的話就是說 只是比較穩定的可以輸出 然後運氣不要太差的話 這個傷害啊 數值啊都是比較高的 那我們來分享一下這些套牌 然後大家可以慢慢收集哦 繼續分享我們最強的套牌前 可以加入我們左下角 寶可夢討論群 已經破千人啦 在陸續的人數上升 我們會辦舉辦很多活動 還合作帶出優惠 都可以在裡面找到哦 走吧 那這裡一樣不嘗試啊 這個是Pokemon Long One的 國外的數據網 那我覺得這個套牌網還蠻準確的哦 所以說我們就看看 目前版本的套牌 皮卡丘超夢 噴火龍寶石海鸡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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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先說哦 這個T10跟T1其實差不了多少 你運氣輸 運氣輸T1 其實T10也是很容易翻船的哦 因為這遊戲的 的抽率牌還沒有這麼多哦 就是像這種精靈球啊 博士的研究這種牌 還沒有這麼多 老實說有時候運氣手不順的話 這種皮神啊 寶可夢啊 都容易輸下面的套牌 那我們一一的分析下面的這個牌吧 皮神1S套牌的強勢點是說 整個構築啊很容易湊齊 帶背白局很容易湊齊 三張雷系神奇寶貝 只要在湊齊三張雷系神奇寶貝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皮神就可以打90點傷害 那這個強勢點是什麼 只要第二回合的時候 你的手順的情況下 皮神就可以發動 那沒有皮神的話 就是玩我們的雷電鳥 基本上就是這兩張上戰場 卡到不行的話 才會放上丸皮球啊 我是覺得這個 那丸皮球的話也是這樣 這個算數攻的核心之一 只要兩顆能量 就可以打70點傷害 那剩下的 你可以看到這種 都是帶這種道具啊 速度強化 納茲啊 紅牌 紅牌在這個 如果你對手越會玩的時候 我覺得紅牌還是有一個提起的作用啦 因為這個對手牌很多的話 直接把牌濾掉 雖然說你有可能幫他濾到進化的牌 但是多數情況下是好的 那白木老大的加10點傷害 其實有時候這個傷害數值 其實算得很明顯 這家遊戲公司的傷害設計 血量設計 有時候你會看到皮神打90滴 就給我對面的血量是100滴 你一定要做白木老 他去補這個傷害 或是讓對手誤算 我覺得都還蠻強的 所以皮神依舊是在我們的TD榜一樣 你不要說手不順就說皮神很爛 就是我就覺得說多數情況下 皮神還是相對的穩定 超夢套牌也是很推薦 新手陸坑的套牌 因為我之前的影片有介紹過 他只要超夢一張卡包 就可以去做一個核心的構築主動 而且只要兩隻寶可夢 超夢葉克斯跟莎奈朗 基本上手順的情況下是直接把超夢放在場上 然後沙奈朵無腦的進化 然後填能給超夢遊戲就結束了 就是這麼快 那手不順的話 沙奈朵在場上也是有一個不錯的體質 60點體質 80點體質 110 然後最後三點能量可以打60點傷害 主要是說只要超夢一進來的話 就是把這個沙奈朵放在背牌區 很簡單 超夢鋪場 然後沙奈朵在後面 然後這下都是這個寶可夢套牌 那這些一樣 我就想說這些套牌都是參考就好了 你自己想換什麼就換什麼 只是說這是一個目前主流的構築 恩火龍套牌在歸瑞在T1不是不強 是因為他需要更需要他的手順 你前期是用這個火焰鳥去養傷害 因為他的特性 可以幫這個背牌區田能甩甩正面 那當然為什麼會放在T1的話 我覺得是因為運氣的成分 因為這個火焰鳥是需要持硬幣的 持硬幣多 越順的話你才能把這個 噴火龍馬上的田能到3顆星4顆星 4顆星的話可以用這個烈焰風暴打200點傷害 那你還要前提還有這個小火龍火恐龍 然後直接一路進化到噴火龍才能守順 然後一樣的話就是帶有都是在這個寶可夢套牌 那你會說為什麼大家都是帶兩隻寶可夢好無聊 他想贏嗎 想贏的話就目前的主流就是帶兩隻寶可夢 你看哦 兩張同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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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基本上就是8張寶可夢在場上 然後剩下12張的話 博士研究是抽綠 精靈球都是抽綠 抽綠牌 抽綠牌就很重要 然後這個納茲 別人撤退把它強制的換上來 硬把寶可夢換掉 所以這張它其實真的是有點像綁定 反而速度強化跟這個速度強化也很重要 只是說紅牌是相對來說沒有這麼重要 但是又是非常必要的一張牌 就是在這個版本目前玩的東西就是這麼多 但是寶石海星會被放下來的原因是 其實我是覺得是你自己的人品要夠好 什麼叫人品夠好呢 就是你的小蝦 要不斷的正面 你的小蝦就有可能成為T0到海 寶石海星的運作 只要兩張就可以進化 兩顆水能量就可以打90點傷害 跟皮層差一點是說皮層是不用進化的 有時候如果卡一顆寶石海星少進化就會比較弱一點 那如果沒有寶石海星也是用我們的急凍鸟 急凍鸟的好處是說三顆水能就可以打到後排區的傷害 額外的10點 但是需要我們的這個小蝦 小蝦去靠賽 主要人家來說會放在這個等級 被放下來是因為運氣有時候 你太非洲的話就會連輸 但是你運氣很好的時候小蝦瘋狂的正面 所以最後社群有分享說16個硬幣的小蝦怎麼輸 雖然說16個沒有什麼用啦 但是就很誇張就是了 再來是妙娃娃牌組 妙娃娃我覺得也算是草系裡面來說 蠻強的一個神奇寶貝 在妙娃娃進化以後 他的體質高達190點傷害 有190點 然後4顆甜人以後可以給我們的這個 打下去又回30滴 再加上配上群兒小姐的構築 雖然說他們是要雙進化 會有點卡手 但是我覺得算是一個草系的特色 露霄又硬又彈 然後傷害也不錯 傷害偏低算是裡面所有強勢系的寶可夢偏低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 就是一個套牌一個流牌 還蠻好玩的 齊娃娃的進化以後 攻擊還可以幫這個草系寶可夢 妙娃娃去做甜人 那目前這個最大問題就是說 你要三段進化 然後再加兩段進化 進化以後就天下無敵啦 那你一起手一順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 我覺得草系也算是任何 盜管訓練家的惡夢 寶可夢訓練家的惡夢 你還有加上說這個一回合能量爆發回血 它可以回回30滴 傷藥加上我們的這個加力 可以回到70點傷害 所以說這個70點傷害加上30點 一回可以回到100點傷害 瞬間的把這個寶可夢的生命給回起來 嗯 構築完成的話 我基本上我覺得沒有人可以打得贏 這個妙娃娃 但是妙娃娃在其他構築來說就是吃牌序 他不用硬幣 但是吃這個進化牌序 如果被紅牌掃到的話 會比較不舒服一點 但很好玩喔 嘎啦嘎啦三地鼠套牌 這套牌我覺得完全也是一個吃運氣的牌組 只要你不斷的正面 你這個嘎啦嘎啦 進化成EX以後 出來硬幣一點就是80點傷害 兩顆就是160點傷害 但是你有可能啊 完全的都是反面 有一次我進化成嘎啦嘎啦EX以後 然後全部都是反面 那配上我們三地鼠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就是如果你前期沒有抽到嘎啦嘎啦 用三地鼠去做一個防護 那三地鼠也是持硬必流 你只要甩到正面的時候 對手打你是無效化的 算是一個還蠻有意思的套牌 那一樣配上我們金迷球百貨老大 這樣子做個構築 簡單說簡單粗暴的傷害流啦 那要配的牌組也是兩套 兩次寶可夢相對的算是評價一點 在評價的套牌在收集過程 如果你缺套牌的話 你有沒有可以其實可以炒 討論這個蜈蚣套牌 蜈蚣算是火屬性這個 噴火龍低配版 但又不太算低配版 如果你手順的話 短期直接抽到兩張蜈蚣進化 只要兩張牌 然後並且這個前期用火焰鳥田能 田能到四顆星 直接大致爆130點傷害 其實是非常好的 我覺得說這個進化 其實卡進化 其實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如果你卡進化的話 你什麼都做不了 但是蜈蚣呢 只要兩個這個就可以進化了 所以我們社群有這個蜈蚣神教在推廣 說這個蜈蚣牌有多好多好 是真的還不錯啦 手順的情況下還不錯 但是任何的牌手順都還不錯 但是這個可以解決到這個 手不順的問題 因為我剛才講過一直強調 只要兩張就可以進化 四顆能量大致爆攻擊 前期火焰鳥鋪場 田能就結束遊戲 所以這個蜈蚣套牌 其實算是一個 如果你初期沒有抽到噴火龍的話 我覺得還不錯的套牌 那剩下的牌組沒有不好 其實大家都可以去嘗試去做主牌 反正現在也沒有什麼任何的 什麼積分啊排名的問題 簡單來說這個目前啊 我還是覺得很多人說對戰是送的 我也認同對戰是送的 但是每次看到這個 好看的寶可夢卡片就會心動的再來一局 那就是這樣 目前的版本 充填到現在的T0 T1 都沒有什麼太大的變動 大家可以去往這個方向去搜集 去玩玩看哦 這個 也推廣朋友去玩 因為目前這個版本 算是一個最好入手的寶可夢卡牌 那未來以後會越出越難 卡牌效果一定會越出越難的哦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那我這邊啦 我是CTC的 拜拜